歡迎來到網上世界 今天再加了一段 因為我找到一些舊照片 誰發給我呢? 就是我弟弟發給我的 我自己本身移民到加拿大 我們一家人全家人都離開了 好像是1998年至1996年離開 然後我沒有拿到值 我弟弟和我妹妹住了這麼多年 我就急不合待回來找工作 因為始終你沒有錢 在那裡很難生活 我們當時移民加拿大 拿了很多貨櫃 拿了幾個貨櫃 衣服 垃圾 都賣掉過去 然後離開的時候 真的什麼都沒有帶 全部都丟掉 你裡面的東西呢? 很少啊 那些家具都不能用 那時候 就是搬回香港 是啊 為什麼呢? 今次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未訂閱記得訂閱 分享一下移民 照片就是這樣的 那時候的地址在哪裏呢? 就是西溫哥華 貴區來的 校區來的 我們有七房 四個浴室 四千六百多呎 西溫哥華 三十一階 門牌就不說誰了 為什麼會找出來呢? 因為我弟弟就拿來懷舊 他就上網搜尋一下 那間屋以前的樣子是這樣的 六間 bedroom 我還記得 除了浴室之外 還有一個浴室 按摩浴池 然後 洗手間是兩個洗手盆 還有地爐 還有一層 你說是不是舒服呢? 這個是後院來的 現在看這個 綠色這些都是你們的 是我們 後院 真是橙草 你真是麻煩 這麼舒服 為什麼你還要回來? 不是 那裡什麼都沒有 你知道嗎? 我可能在超市上班 如果還在那裡 但是住這麼舒服 那裡很舒服 幾千呎 那麼大 你最多住一間房 你很可愛的 就住兩間 你沒有理由霸佔了兩間房 要是打遊戲 走來走去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我妹妹都回來了 我妹妹都回來了 我妹妹不是做TVB 那這個房子是多少錢? 這個房子我們買了五百多萬 為什麼我要重申一次? 千萬不要聽別人說 我爸爸這幾十年 完全完全被人忽悠 那時候他打算移民 其實他已經在香港很多生意 他就要兩邊飛 別人說 你不移民了 你是不是很笨? 為了子女一定要走 就是聽了一些殘言 然後就飛來飛去 又辛苦 又無謂 那真的 你走過去 然後我們都回來了 你明白嗎? 你維繫不了我的感情 好像我最近 昨天 有個老師回來探望我 她媽媽 剛剛一百歲 她也是 她們幾家人都沒有移民 但是她們的子女 讀完書全部都在家 回到香港 她們移民後 她們移民後 她的哥哥 我這位移民後 她的哥哥 就移民後 她的兒子 移民後 她的女兒 又走了 到現在 就自己孤家寡人 在香港 真的很慘 你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祖蔭 也沒有一家人 就是四分五列 所以我就說 移民未必是一個好 所以我經常都說 人人都說移民好的時候 你自己想清楚 對不對你 有時候真的四分五列 真的 如果這個故事我講過 不是因為你太大過去 沒有關係的 如果你很小過去 適應你 習慣了 你覺得很舒服 那你就不會想回來 我真的不覺得特別舒服 你不用穩定 不用穩定 我去那時候 只有兩個途徑 要不做地產agent 要不做保險agent 要不做超市組 你在澳洲讀工程 那你那些東西 又要重新學過 不是說不行 很難 而且沒有什麼 沒有得你升的 哪裏有得你升的 那如果已經一層樓 那現在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就是backyard 我第一次看雪景 就是這裡 但是 下完一晚 成幾呎 真是 你知道嗎 我要橙雪 外面的路也是我橙的 這個就是換了木地板 這間屋 我們看看網上 有這麼大 其他地方都是地毯 這個應該是master back room 兩個水修盤 這個就是現在的樣子 他改了 這個是前面 這個到門的前面 他加 也不是很漂亮 那些樹都是你們的嗎 是啊 那些樹都是你們的 你記住要剪 你過了對面 別人有罵你 是啊 那我們外面還要橙雪 那 所以你說 為什麼我叫大家 這個就是Iron Christian 這個廳 所以為什麼我叫大家 不要別人說你又做呢 我爸爸就是 exactly一樣 高峰的時候 就去移民 賣掉了些東西 exactly一樣 那怎麼知道 當很多人回流 有一段時間 然後每個人都撤退 然後就 一路鬥買 那些公司又跑來 你要你 那麼我們又蝕著賣了一層樓 給人 那可能是你們每個人都回來了 不是啊 所以就是 他就是一窩蜂 以前叫人去大陸投資 也是 被人點了 又水到大陸 一次過買很多 然後呢 又是一次過要走回 所以 你聽別人說 千萬不要 主流聲音大多數都是錯 我不止八成錯 我可以說是九成都錯 主流聲音 所以我自從 我為什麼會不聽別人說呢 就是因為 我經歷了這些事情太多了 別人說的東西未必對 也未必跟你有關係 好看是自己的 所以我養醒的習慣就是 我的批判性思考 你說的一定對 甚至專家說的都錯 我的做法就是 我用最少的時間 用最少的能力 做到最多的事情 我做事很有效率 第一 第二就是我不會聽別人說 我會做一些事情 是最支持我的 所以我現在呢 就是一直建構到我自己的資產 因為我不會理別人的 也不會理經濟狀況 我要是看我自己 我負擔要起 我會怎樣做 我才會去做 所以希望大家有一個 清晰一點的想法 人人買股票 你是不是一定要買呢 不是 人人要買樓 是不是你應該買 又未必是 那就看看你自己的能力 但買樓是最容易做的 我到現在都是對的 買樓是最容易做的 你又享受到它 做些什麼 你長渣又贏 那你用不著怕 一兩個週期 其實有些人說 你幻想減息 就瘋了 其實減不減息是不重要的 你怎樣都要付出成本 但問題呢 我可以這麼說 未來呢 減息的機率是很高 減息的時間 大多數都是減息 要很少時間來加息 那好像這些 那樣 好像上次我剛剛出了一段 那個人 十萬買回來 升了十倍 變成了一百萬 如果當時賣了 你說他會否擔心 一模一樣 好像這些 加拿大這些樓 我買了之後 我們買不買回來 一樣買不回來 香港一樣 我看不到有什麼不同 總之每個地方 核心區的房地產 漂亮的房子 好的學區 都不要買 買了就算了 直到一樣東西 我搞不定 我真的不行了 我買 或者我真的有東西換 我會買 如果不是就拿著 總之負擔得起 什麼能力就做什麼事 千萬不要聽人說 聽人說是最蠢的一件事